大家好,我是教你羽毛球步伐的冲冲教练 羽毛球步伐解决的是从这个点到那个点的移动问题 我们在学习步伐之前,一定要先明白一个重要概念 移动的距离和时间相等 理解这个概念之后你就会明白 我们说太极弹的步伐超级好 像太极拳一样很有节奏 它的这个节奏到底是怎样的 以及我们如何去练习 最终掌握属于我们自己的节奏 好的,现在正式开始上课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距离和时间相等这个概念 现在胖虎钓球 我从这个准备的位置出发去接钓球 那这个球呢肯定是我能接得到的 如果是能力范围以外的,我们就不讨论了 这个距离我从启动到接球 正好是一二三三步 这里呢大家思考一下 在同样的情况下把三步做成两步 会不会更快呢 我想很多同学都会选择是的 原本三步能到位的距离 现在用两步就能到位了 那少了一步肯定是更快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在相同的距离里面 你少一步并不会变得更快 这个真的有点反直觉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从三步转成两步的话 这两步就要走原来三步的距离 原来是一二三的距离 现在两步 一二 那这里面的每一步花的时间呢 就会更多一点 所以它不会因为你少跑一步 就变得更快了 如果会变快的话 那我直接一步跳过去 不是更快吗 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 练几十年步伐呢 因为在这个上网阶调里面 我从启动到接球 正好是三步 就说明在这个距离上 它是三步的距离 三步正好合适 所以在所有的移动距离里面 都有一个最合适的步数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因为它对我们之后 所有的移动接球 有两个指导意义 第一个指导意义是 步法的目标不是无限的变得更快 而是正好合适 那掌握了这个正好合适呢 你就掌握到羽毛球的步法节奏 而且是属于你自己的最好的节奏 步法的正好合适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里是击球点 好那我和球同时到击球点会合 我和球是一个会合关系 那实际上这个球不可能是固定在这里的 它是运动过来的 所以我和球是会合关系 我和球同时到击球点会合 这样我每次都不用等球 球也不用等我 所有的球都是 我到了就能接 接完就能走 当我每次接球都做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就会像老司机们说的一样 这个最好的驾驶是不用刹车的 而是用速度去对付各种情况 它是变慢变快 尽量不用刹车 我们打球也是这样 不要急停 急走 而是在一种比较均匀的节奏当中去移动 启动 接球 回动 等等等等 那刹车越少 就越省体力 那耽搁后期的步伐呢 就充分的体现出了这种特点 现在我们知道了耽搁步伐节奏的奥秘了 那我也想像耽搁一样 怎么练呢 这是我们常见的上网挑球练习 现在我们假设胖虎是零基础同学 他第一次练这个内容 那我们看到刚才他是差一点没够到 所以就说不到位 慢了 所以我们先让胖虎量好他的这个三步接球距离 这个球的距离大概在这里 这里就是机球位置 1 2 3 OK 那么回去 1 2 3 好的 我们已经测量好了 从这个位置到这里 机球点 正好是胖虎三步到位接球的距离 好 那我们练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只练这个位置 我每一次的扔球就只扔到这个点 一定要同样远 同样高 同样左 同样右 OK 用这种固定的方式来形成这个正好合适的习惯 每一次都要在同样的高度节 不要提前 等球出来 等球出来出第一步 好的 那我们看到刚才胖虎的练习 他的每一次都差不多 虽然胖虎是有一定基础的 但是我们即便面对的是零基础的同学 只要用这种固定的方式来训练 就会形成一个正好合适的习惯 那我知道很多同学肯定没有像我一样 有这么豪华的配置 有一个工具人 但只有一个人 怎么办 没问题 我们就自己练 自己练 无球 徒手不法 但是我们要标记一下这个击球点 比如说 现在我们刚才量好的胖虎的击球点 在这里 那我只有一个人 那我就放在地上 好 球头对着我 从那边飞行过来 然后我就徒手不法练习 相信很多同学会有疑问 那在训练中 为什么不要求步法完全到位呢 比如说我们从启动 要做到这里完全到位 那这就不得不提出 距离与时间相等这个概念的 第二个指导意义了 也是我们最最希望 充派的同学们牢记的 我们只能接到 我们能接到的球 而不是所有球都接得到 这个概念至关重要 因为大部分的脚下受伤 都是这么来的 你能再快一点的话 为什么你没有再快一点呢 这就说明 你做得出来的 就一定是你的最快和最强了 专业球员呢 都是经过很多年的训练 各方面都非常稳定 我们的每一次发力 几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更不容易受伤 那业业后者呢 这个纪律性就比较弱了 几乎都是往死里用自己 所以你们在每一次动作的时候 都很难做到一样的幅度 而且这个变化还特别大 比如说同样的距离 有时候是两步 有时候又是三步 或者同一个球 有时候上左脚 有时候又上右脚 等等等等 这些不稳定因素 再加上意识上 我们认为我们所有的球都能接得到 那那就每球必争咯 那最终的结果就是离受伤不远 所以我个人是反对每球必争的 我们的每球必争 是要建立在这个正好合适的基础之上 才去每球必争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安利一个训练的概念 训练的概念 不是学动作的概念 而是训练的概念 队员必须要先做到绝对合适 而不是一般性的首先追求绝对到位 一开始要求一定要跑到位的话 那往往不太能够做到绝对合适的 那从合适向到位练的这种方式呢 符合天下难事必做于义的原理 更符合广大业余爱好者基础比较弱的实际情况 所以我们是先量好三步 把气球点在那里 我先量好 一二三正好到 然后把它练熟 练熟之后呢 再一点一点加大难度 一开始我的气球点在这里 那我练得比较熟练以后 我把气球点往前推一点 再往边上推一点 也就是更到位一点 这时候难度就加大了 但是加大难度了以后 我还是要做到三步正好到位去接到球 这个就是从合适向到位练的原理 通过前面的讲解 我们已经了解到距离上是三步 时间上也正好是三步的原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会认为自己能够接到所有的球 然后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接好那些我们能接到的球 又回到前面说的 目法的目标不是无限的更快 我和球同时到基球点会合 这就是正好合适 我一到位就能打球 我不用等球 球也不用等我 打完了就能走 然后我每一次接球都不用刹车 而是在用一个比较均匀的节奏去移动 好的 现在我们到了反手上网接球这边的一个环节 那我知道有很多同学肯定是知道要去量好这个正好合适的三步 但是不知道怎么量 所以说我们教大家怎么量 这个基球点位在这里 然后过来 跨步对好 跨步对好 OK 那这个就要过来一点 这个也过来一点 也就是球要在人的外侧 这里就大概对好了 那我们因为上网三步上网的最后一步是要比前两步要大的 所以说你先把这个最后一步跨好 脚尖对球 OK 比好了以后 然后倒退回去 倒退 一 二 倒 OK 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合适的距离了 然后我们再顺向再跑一次 试试看 一 二 三 诶 不做 一 二 三对到击球点 一 二 三对到击球点 OK 再来一次 一 二 三 一 二 三对到击球点 这个比刚才小了 所以刚才你是踩到线了 好 回 一 二 三 好 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反手这边的距离量好了 但是这个是属于胖虎的距离 不是不是每个人的 每个人肯定是有一个自己最合适的距离 所以我们先要去量好自己的距离才开始训练 预备 开始 好的那刚才胖虎的这个练习呢就是我们讲的完全到位 那非常明显的就是胖虎是一个一米八零的标型大汉 那他在做这个完全到位练习的时候 感觉已经是很吃力很难很难去完成 所以说我们有场地的时候呢就不要不要去量了啊 就做我们能够完成的 一 二 转身然后回位就行了啊 好 预备 好 预备 好 开始 好 这个太大了 这个已经到极限了 不要到极限 要不累的 不累的 正好合适的 也不大的 预备 开始 对 好 那就是属于我们零基础的初学同学的一个练习的状态啊 你不要认为你不到位 你的练程度上去以后 能力慢慢上去以后 你会越来越到位的 而且刚才胖虎练习的时候呢 还要有一个要点啊 就是我们在转体之后 这个脚尖要对着我们要回的方向 现在我们练习是要回到原位 所以说我在转体之后的这个脚尖膝盖的朝向就是朝着原位 我们再来一次 预备 走 一 二 转 好 那这样就是一个初级阶段的训练的形态了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又到了这个头顶练习的部分啊 好 我们也是先让胖虎做一个完全到位的 一定要踩到这里 开始 好 对 那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胖虎的练习啊 他从启动位置做到完全到位 然后技巧动作 然后还原 那么也是一个很吃力的状态啊 我们还是跟正手那边一样啊 做一个自己能接受的距离 OK 再来一次 开始 好 这个啊 就比刚才从容和舒服很多了 那我说了 这个就是一个属于零基础的同学啊 刚刚开始学习步伐的同学的练习状态 那我们看到刚才胖虎在做完全到位的时候 他的第一次动作是用马来步做的啊 也就是从启动位置啊 左脚慢一点 然后转体啊 啊 到位 啊 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马来步是很伤膝盖的啊 啊 为什么呢 因为马来步就相当于单脚跳啊 啊 单脚跳 单脚跳我们所有的体重都压在其中一只脚上面 所以说他这个复合是很大的 像我们这样从小练球的人呢 做什么步伐都是能做出来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合理啊 啊 他仍然是一个负担很大的动作 只不过我能完成而已 但是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 放到我们没有启蒙基础的啊 啊 零基础的同学身上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啊 有马来步就说明你不是正好合适啊 你需要用这个电啊 啊 去借他这个半步啊 这个借半步啊 这个借半步啊 如果你是一个正好合适的步伐状态 你为什么要去借这个半步呢 因此我们就是一个啊 转体一二 打 然后回的状态啊 如果说你能力强 你转体一步 就到了 如果说你能力弱一点 那你转体一一二两步也能到 那所以说我们是不需要做这个马来步的 恭喜大家 掌握了和单个一样又到位又省力的移动方法 那不法教学一共只有三期 以上就是不法教学的第一部分内容 学到了赶紧一键三连 点赞投币收藏吧 而本期点赞过五千的话呢 我们这周就给同学们 干出下期不法教学 怎样才是好重心 那每次看到大家的吹歌呢 我真的想像乌鸦子一样啊 一掌把几百年功力全部传给你们 那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同学们下期再见 拜拜